道琼指数当地时间26日收盘 迎来三月以来最遭单日走势 除了因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向亚马逊提出反垄断诉讼 连带拖累科技股外 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也逐渐浮现 美国约约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上个月的108.7降至103 低于专家预期的105.5 而专家也担心超过一万人参与的 汽车工会罢工会继续降低消费总额 导致股市低迷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适逢支出法案 无法达成协议的瓶颈 距离美国通过明年支出法案的期限 只剩下五天的时间 然而众议院中极端共和党认为 华府以激欠太多债务 而拒绝所有的短期融资法案 虽然参议院有机会达成共识 通过短期融资法案 但如果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法案提交表决 这形同是自毁政治生涯 因此联邦政府又再度面临停摆危机 加深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欢愉新闻放一支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愉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